男孩刚按下红色按钮 结果咔嚓 108把剑刀对准了他 男孩被吓得赶紧放下游戏 开始写作业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逼人写作业的 男孩每次想放弃 剑刀就会靠近一毫米 如果困了 那惩罚就是 太可怕了 就在刚刚 男孩还在写寒假作业 结果左看不会 右看太难 整整写了三个小时 就是一道题都没有做完 眼看马上就要开学了 男孩不是想打游戏 就是想再睡一会儿 结果天都快亮了 还是一页都没有完成 风落的男孩是越想越困 于是他发现了个红色按钮 好奇的男孩就这么亲戚用力一按 结果咔嚓 居然出现了108把刀 监督他写作业 更可怕的是 男孩每次想打瞌睡 剑刀就会前进一毫米 如果犯困就会 男孩被吓坏了 赶紧放下手机和游戏 乖乖写作业 可就是没有耐心 直到800天后 男孩终于写完了作业 可以看时间 自己2018年写的作业 2019年才完成 一本作业整整写了一年 太搞笑了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大的汉堡 就算100个人吃 也要10天才能吃完 就在刚刚 10天没有吃饭的男人 就想买份汉堡冲击 结果却发现 送来了一瓶可乐 那喝就喝吧 从好过饿肚子 可就是怎么喝都喝不到 他拿来小刀打开一看 里面居然全是饼 这就算神仙也喝不到啊 于是男孩气愤了 又点了一份汉堡 妈呀 这送外卖的 面都没有看到 转头 屋里居然多了一个巨大的汉堡 还是双腾夹心 可男孩却一点不高兴 感觉自己嘴小 根本塞不下 于是他强烈要求店家 送给他一份汉堡套餐 真是越饿越矫情 很快他的外卖就到了 可男孩却拎着有点不对劲 打开一看 妈呀 全是别人吃剩下的盒子 连个汉堡渣渣都不剩 这打吃个饭就这么难 于是男孩不吃了 他决定给自己来一份薯条 这下更扎心了 送来的外卖袋子里 不计啥都没有 转头桌子上还摆着一吨的土豆 让他自己做 刚才那么大的汉堡自己不肯 现在自己做吧 店家为了帮助他 还把设备也搬了过去 就没见过这么狠的商家 所以做人千万不能太矫情 这些后避龙小宝宝也太可爱了吧 妈妈送来了一坨82年的草料 三个月没有吃过食物的他们 开始疯狂的抢食 但这只小可怜却被一脚踹开 因为弱小总是会被排挤 这次如果再抢不到食物 就会被饿死 幸好妈妈在巢穴外留了一坨 为了混口饭吃 她不得不努力的爬出巢穴 就在她埋头干饭时 身后危险已经来临 一只商尺龙突然就叼住了她的耳朵 此时小可怜的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的第十个表情包 商尺龙的速度极快 一旦她冲进森林 小可怜必死 危机时刻 一只250吨的厚鼻龙拦住了她 面对重量级的吨位 商尺龙为了保命丢弃了小可怜 小可怜被咬出了一个82年的耳洞 因为有红色的皮肤 我们就叫她大山 这时一只巨型恐龙从她身边走过 好奇的大山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胆量 于是紧随起后 可突然一声巨屁 伴着一坨82年的爸爸 哭哧就呼了大山一声 此时她的脑袋瓜子也是嗡嗡的 仔细一看 是一只长满尖刺的巨型甲龙 大山赶紧逃命 可就一转头 又碰见了三只细爪龙 大山窃灯一样的挑衅了他们 眼看到手的食物跑了 他们又生吞了大山 就在马上要抓到他时 突然一只大嘴救起了他 是爸爸 被带回巢穴的大山 通体巨油 味香 让小伙伴们都不敢靠近 于是他有了自己的幸福小窝 很快大山就长到了少年的模样 要接受爸爸的觅食训练 哥哥很强壮 一下就顶断了一棵树 而大山找了一个矮小的小树 怎么顶也顶不断 反倒被挂在树上 和哥哥练习体力 也总是不堪一击 大山连自己都怀疑 和哥哥是不是一个爸爸生的 这天他在和蝴蝶玩耍 突然看见了一个美丽的身影 大山激动的和大漂亮打招呼 俩人正聊得开心 大漂亮的妈妈 突然出现带走了他 大山很失望 从那以后 大山得了相思病 每天来这里 只未能看见大漂亮 可大漂亮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很快就到了族群迁徙的日子 夏季一过 食物就非常短缺 他们必须要到南方过冬 而秋天的天气 就像女孩的脸 说变就变 突然乌云密布 一道闪电击中了一坨干枯的大树 瞬间熊熊大火 就铺天盖地而来 族群们瞬间就被冲散 两兄弟也被困在活海里 失去妈妈的两只小恐龙 被霸王龙堵在树洞里 周围是一片活海 霸王龙又生吞了他俩 听到呼救声的爸爸 冲出火海 一下顶开了霸王龙 石草龙终究是敌不过霸王龙 为了救自己的两个儿子 爸爸牺牲了自己 第二天大火已经被熄灭了 他们并没有找到自己的族群 为了生存 他们跟上了别的队伍 好在他们还算友好 在这里大山遇见了 自己朝思暮想的大漂亮 而他们的危险也并未解除 一只两吨的霸王龙 正在带着一群幼崽紧随其后 很快他们就发动了攻击 蓝龙有条不紊的指挥围猎 他们要制造混乱 让石草龙把族群里的弱小挤出族群 很快他们就围猎了几只 而大山起龙也在其中 一只石草龙企图反抗 被霸王龙撂倒在地 受到惊吓的大漂亮 跌进了湍急的河水里 随后两兄弟也没幸免于难 幸好他们有惊无险 被冲到了一块空地上 在这里遇见了顿龙 为了活命 他们跟了上去 然而大漂亮的腿受了伤 不得不等到晚上赶夜路 大山紧紧的跟着大漂亮 在美丽的极光下 两个小情侣正要做一些 为爱鼓掌的事 不料被一群公鸡盯上 被打断好事的大山被激怒 恨不得要撕了他们 很快他们也赶上了族群 随着四季的交替 大山也已经成年 哥哥因为强壮 变成了新人的首领 但大哥有勇无谋 很快就带着族群陷入了灭定之灾 哥哥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次迁徙时带着族群走了捷径 可大山很快就意识到了危险 初冬的兵面本来就薄 再加上大群后避龙的震颤 不出意外的会出意外 他喊出大哥 但大哥作为首领的决策 是不容置疑的 突然几只后避龙就纷纷跌进湖里 哥哥还在逼迫大家赶紧赶路 大山反叫大家返回岸边 眼看大漂亮被挤得上不了岸 大山推倒一旁的大树 让族群脱离了危险 可这却让哥哥起了杀心 哥哥很快就追上了大山 他认为大山不讲武德 撼动了他的首领地位 那凶狠的眼神 是要把亲弟弟杀死 哥哥直接就宣战 但大山终究不敌哥哥强壮 直接被掀翻在地 一棵大树就重重的砸在大山身上 动弹不得 大漂亮小孩救他 却被哥哥逼走 大漂亮拼命的说 那是你弟弟 可哥哥却说 到了晚上 一群母鸡盯上了他 随后又是一群食肉鸟 无论怎么啃食大山 大山都不动 他心如死灰 始终想不明白 一起长大 同生共死的亲哥哥 居然要杀他 突然他看见了蝴蝶 想到了大漂亮 也想到了爸爸 他要像爸爸那样 做一个无所畏惧 又担当的龙 大山努力挣脱了大树 下退了这群攻击 迅速追上了大漂亮 可哥哥为了让族群 有充足的时间逃跑 一个人对抗三只霸王龙 眼看大哥就要被活活吃掉 大山一头就撞向了霸王龙 小时候没有能力救爸爸 但这次他一定要救哥哥 就算死也要死得有价值 幸运的是 小时候的洞让他在战斗中 恰巧掰断了霸王龙的手 最痛的霸王龙实力不如刚才 大山趁机使出了铁头弓 三连暴击 直接撞飞了霸王龙的 最强劲的六颗虎牙 得到鼓舞的族群也团结起来 一起赶走了其他霸王龙 被救下的哥哥 向大山虔诚的道歉 并承认他是新的首领 而后大山和大漂亮 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还产下了很多蛋 又孵化出了好多可爱的小宝贝 这是个奇怪的世界 所有的女人都不用生孩子 想要宝宝全靠一根馅 如果被幸运选中 就会被带上天空 被线拉扯到另外一个世界 突然小美就掉到了一处森林 居然发现线的另一头 有一个小精灵 小美并没有意外 但小宝贝却不爱搭理他 可小美还是用爱温暖了他 因为宝宝准备了食物 小宝宝这才开始慢慢不排斥小美 他一把就把宝宝抱进了怀里 从此两个人的命运 就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渐渐的 小美教宝宝学会了走路 生活的特别幸福 又在小美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宝宝成长成了少女 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梦想 小美手里的线开始变得越来越短 女孩忙得似乎没有时间陪伴小美 小美想把女孩重新拉回自己的世界 但女孩已经长大 她还是跳出了小美的圈子 解开了那根母女线 小美虽有不舍 但终究要学会放手 因为女孩也要开始她的生活了 你绝对没听说过 山上也能挖出宝宝的吧 但这个世界就很奇怪 宝宝全是从山上挖出来的 有能力的一口气可以挖出20个 没能力的却一个都挖不出来 小美就是其中一个 她整整挖了100天 也没能成功 直到这天 她突然挖到了一个洞 好奇心的驱使 她跳了进去 没想到在洞的尽头 居然看见了两个宝宝 小美拼命的挖 结果那宝宝居然比自己大一万倍 小美开心极了 特别享受现在的生活 突然 又一只小精灵跳到了她的身上 还想把她送回到人类世界 她把自己的围巾也送给了小美 但小美却不肯 因为她不想失去宝宝 可小精灵却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小美终于没有了顾虑 抱着精灵跳了下去 醒来后的小美赶忙向那个洞口跑 结果她真的挖到了自己的宝宝 所以每个宝宝 都是上天派给你的精灵 请珍惜能够相互陪伴的时光